各位投资朋友大家 午安台北股市今天上涨37点 不过跟下跌差不多了 跌了从涨200点剩下涨了37点 但今天最终的原因 但台积电没有涨 台积电往后收黑 那另外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跟港股的暴跌 也是把台北股市往下带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台北股市来讲 未来走的路到底会在哪边 你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现象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看台北股市之前先看港股 你看港股今天跌了6.88 已经来到15,095点而已 我记得以前港股是3万多点的位置 已经跌幅50% 大概最高点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跌30% 港股是跌了50% 港股是已经跌到14年前的低点 14年前的低点 我们看一下恒生指数的现行 看日线已经看不到 看月线 很可怕 看到月线 这是月线的位置 今天大跌 这几天都一直在跌 从3万3你看 跌到从去年到去年 这里来讲是在这里的位置 这里的位置 这是月线 恒生 已经来到这里了 你从这一点看 这边这不准 从这边看 你看从这边看 往下看 这里 有没有 从这边的点看 月线来讲的话 从这里看 因为它这个是在上面 要看下面这一点 有没有看下面这一点 这里 这今天的低点 一万五千多点 已经来回到这里来讲 已经回到了98年 民国98年的位置 今年是民国112年 所以说14年前 那港股的特色是什么呢 本益比非常低 港股的特色 整体的本益比 已经来到了五倍而已 已经来到五倍而已 那到底什么现象 政治力 政治力 这两年来 中国大陆 对整个政治力 介入香港 各方面的状况之下 让国际资金的外逃 今天为什么要讲港股 其实台湾已经面临了 相同的现象 为什么要怎样说 怎样跟各位报告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很多的台北股市来讲 最近很在跌 像今天美国股市涨这么多 你看美国股市 2%700多点 以稻穷工业指数 我们讲稻穷工业指数 以它来讲的话 已经要工际线 已经要工际线 不要看月线 你看差那么多 你这里来讲 我们看一下 就日线来讲 你看它已经要工际线 月线它已经三天站稳了 已经三天站稳了 要工际线 结果呢 我们台北股市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 今天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我们看一下 今天开高走低 连 十日 五日线都涨不上去 连五日线都涨不上去 那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都用一个地缘政治风险 来跟你讲台积电 那今天来讲 我要跟你整个来讲 就台北股市 我个人觉得台股港股化了 所谓的台北股市香港化 就是我们的本益比 会一直被压缩被压缩 就是说今年 为什么台积电赚了39块 股票可以从688跌到397 到目前为止 股价都还涨不上去 还没有人看好股票 对股价来讲还没有看好 大家都讲说本益比很漂亮 很低的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你说美国股市没涨 我们没涨合理啊 但是问题是美国股市近期 确实有在涨啊 但是呢在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费半上个礼拜 有跌了3.5% 3.7% 结果台积电AD 连1%都没有涨啊 连1%都涨不到只涨 0点多而已啊 那这样台积电怎么涨得上去呢 涨不上去的原因是什么 一定是有人卖嘛 对不对 有人卖嘛 有人不想要你的股票嘛 不管你多便宜 我都不要嘛 我要换现金嘛 对不对 我要换现金嘛 所以现在的效应来讲 这个效应其实你 从很多事情的观察 你也许观察不到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说 台北本股市的目前跌了 都不是在跌 你说获利衰退 等一下跟你看一个 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啦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说明年获利衰退 我当然承认获利衰退 但是投资产获利衰退 能够衰退多少 我们看这是最新的 EANS厂这些代工大厂 人家对明年 今年的获利的预估 你看鸿海 今年11块 明年11.2 合作5.9 5.99 广达6.92 7.16 尾创2.8 3.2 音乐达1.7 1.75 然后 尾影79跟85 我们看尾影就好了 6669的尾影 你看最近股价降跌啊 如果说一家公司的成长 有成长啊 事务器的产业也不错啊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股价从823块跌到今天617 今天来讲有点涨640 你说从本益比来看的话 一个赚79块 今年估赚79块 至少今年不会错到哪边去啦 他明年估他成长85块 你不用跟讲什么华硕啦 维星啦 对不对 这个都还有成长哦 你看哦 维影还有成长哦 鸿海又成长啊 你看最近红海在整理啊 你看红海至少没有像维影跌那么凶啊 但是还是在跌啊 他说没有 原因在哪边 就是现在市场在修 整个台北股市的 整个的本益比都在往下修 你看红海至少他还能够守住连线这个位置啦 但是呢 电动车的题材加注在他身上 我们知道电动车来讲是未来 整个电子产业来讲成长最快的 像今年啊 2022年的电动车可以生产1600万台啊 全世界今年的整个车辆来讲才7000万台 所以复合成长率高达230% 接下来电动材质往上成长 结果呢 他的Model C已经要变成纳智杰N7了 然后Model V Model V Model V跟V也都发表出来了 那Model T呢 其实这个电动巴士早就在台湾已经生产 但是量不多啊 但是你看红海至少他经过了两年的准备的时间 其实他很多的东西大概都已经就位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股价的表现就是一直涨不上去 原因是什么 外资一直在卖它 那外资为什么要卖它 你说红海不好吗 全世界最大EMS 获利不好吗 以目前看的话本益比10倍都不到 但是为什么涨不上去 就是你要去想的是这个问题 也许你看股票在跌 如果说一家公司股票跌是因为获利的 整个衰退来 衰退很大的话没话讲 但是如果说以今年明年的获利预估 如果说至少持平 或是说能够稍微成长 但是股价跌了那么一大段以后呢 大盘跌了30% 一样涨不上去的话 那就代表说全台湾本身来讲 就像我上个礼拜五的 除了经济面以外 政治力来讲的话 你要考虑下去了 前几个礼拜两三个礼拜之前 马斯克讲说台湾就要跟香港一样 走一国两制啊 对不对 投资朋友你不要觉得这样子是 马斯克乱讲话的 这是外国人对我们台湾现在的看法 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最近来讲台积电涨不上去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去台化 我讲来听也就是去台化 我们看一下中共这一次的二十大 港股经历的大跌 就是习近平权力绝对掌权 改革开放派全部被淘汰掉 政治局七个 政治局七个常委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 都是他以前在福建 在浙江 在那个上海那时候的下面的人 他能够亲信全部都往上爬 往上爬 那习近平来讲的话呢 因为这个讯息让港股大跌 那习近平他的想法很简单 你看这几个未来一定是影响大陆经济不好 台湾的经济 当然我们有靠欧洲跟美国 但是我们很大部分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出口到大陆百分之四十 如果大陆不好的话 我们台湾会好到哪边去 我们不管什么地缘政治 你看他现在走的是什么 共同互运 2019年提出来以后 2020和2019 你看这两年 他们的股票来讲 什么阿里巴巴 你看跌多少 你看跌多少 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赚钱 你一定要把钱捐出去 不然我跟你讲 你有一天一定会被清算的 就现在他们的明星也是一样 赚了那么多钱 大家都在捐款 你不捐都不行 你不捐都不行 你不捐到最后 你根本就连戏都没得演 都没得演 然后你看社会保障 然后碳达峰 其实碳达峰碳中和 这个都是增加企业非常大的成本 但是他们也是在做 他们也是在做 但是最重要是 这个你看他一直讲和平统一 但是重点是 他把统一台湾这个步骤 已经放在他们的议程里面 所谓的议程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时间表 时间表已经慢慢出来 以前是没有时间表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 着眼于什么时候 怎么统一 当然是以和平统一为基础 和平统一为先前条件 但是这个过程 大家会遇到什么状况 当然因素很多 但是就国外人 外国人看台湾的立场来讲 就像外国人看香港股市一样 至少他目前 很多外国人 尤其外国的投资者 就把台湾的台湾的市场 未来的方向 会跟大陆看的一样 跟香港看的一样 所以马斯克讲的 台湾就应该跟香港一样 这就是外国对台湾的看法 我们本国来讲 你觉得马斯克在乱讲话 对不对 我们政府机构听马斯克讲的话 说我不采购 特斯拉的电动车了 但是投资者你要去想 现在世界的趋势会在哪边 我说世界趋势说 台湾股市 这一波的跌 你说跌30%重不重 整体的30%重是没有错 但是你说是全球股市最重吗 你跟Nestate比的话 还没有Nestate 或是说肺半那么重 讲难听一点 但是呢 你要去想 我们的本益比到底 是低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你看台阶那本益比 今年的获利都低 都不到30倍 都不到10倍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你在操作多方来讲的话 尽量 尽量低阶 你今天很多最高的都完蛋了 对不对 你今天是最高的 今天一最高强势股 对不对 还有有些个股能够锁得住的 有些个股就比较不行 你看今天你可以看 我昨天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面板 对不对 你看今天新唐 都在低档啊 但是你今天一最高就死啊 有没有 今天一最高 他还算跌不多的 他还算跌不多的 你看有一些个股跌的比较多的 有比较多的 不用讲什么6550 这种北析星这一种 你看他跌的过便宜 他说没有 他不便宜 你要看他越线的话 你就很可怕好不好 他有的跌 你看他是从9块开始起涨 所以涨到230几块的时候 你还感觉我真的佩服你了 讲难听一点 这个金出货 我不知道出到光了 还没出完 你看他已经做了这么一大坡 他就是在压货 那其实这是跟着在压货 就是每天卖 每天卖就对 做量卖做量卖 所以你不要去接这种 看不到底的股票 真的不要去接 看不到底的股票 我上次跟各位讲 我们讲IP的时候 对不对 我还跟 股票来讲 当然你说今天涨 我们讲资源嘛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投资朋友讲过资源 对不对 我们也有买嘛 那我今天来讲的话 我就先卖掉了 我就先卖掉了 这只会跟各位讲面板的部分 我就先卖掉了 你看资源 我10月14号买的 对不对 124 125 今天又涨停板 对不对 这是9点7分的时候 5分钟就攻上涨停 有没有 5分钟攻上涨停 但是呢 来你看一下 这是9点7分的 攻上涨停 你看到我9点24分 就觉得这盘不对了 大盘只涨200点就开高走低 非反弹 反弹非常弱 我们涨停板先卖一半的持股 赚了7%左右而已 但是我还是要卖 虽然资源今天算强 虽然大盘从涨200点变成涨37点 关关开开 关关开 后来还是锁起来的 但是我跟你讲 投资朋友 现在来讲的话 大盘不好 今天是大盘还开盘 反正资源明天开法说 可能有人要做还怎么样 等法说要就要出了 反正我先出一半 另外一半再看 但是我对操作多来讲 我不敢说 我现在帮会员赚20% 30% 40% 50% 或每天涨低 想都不敢这样想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希望说 真的能够反弹 弹到一个程度来做空 你知道这里做空 政府其实有尽力要付这个盘 但是付不住 这个盘 你看哦 最近都在12800多点 是根基于美国股市 有在涨的过程当中 对不对 这美国股市真的是有在涨 不是没在涨 你看道琼最近真的有在涨 结果我们台北股市跟不上 原因就是政治 不管是半导体的地缘政治 还是整体的一国两制的政治 外国人看台湾股市 跟看台湾跟香港 已经慢慢看成同样一个地位的状况 只是马斯克的大嘴巴 他比较敢讲而已 其实马斯克讲的是很多外国人 对台湾的看法 其实外国人希望台湾怎样 一国两制就不要战争了 但是呢 其实美国就不是这样看 美国他希望 讲难听一点 美国希望中国打台湾 中国大陆打台湾 中共来打台湾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消耗中国的战力 但是牺牲比就是台湾 美国人讲不出来这种话 他不敢明讲嘛 但是他们的高层 他们的政治人物 他想的就这样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刺激中国大陆 一直在刺激刺激刺激啊 啊我拉拢 你台湾来讲的话 你就让美国 中国大陆很生气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政府 还是傻傻的很高兴啊 有美国这样靠 觉得很安全啊 对不对 是你说安全不安全 我真的不晓得 但是呢 只要发动有一点状况 战争来讲 还是在这块土地上面嘛 你身为台湾人还是倒霉嘛 所以现在外资就是看准的 看到这一点嘛 所以为什么他一直在卖股票 今天投资票 今天大盘美国股市涨耶 外资怎么样 没有买 很可怕的事情耶 你不要说啊 外资只卖了14亿哦 对不对 外资只卖了14亿 是很可怕的事情 美国股市倒穷涨了700亿 外资连买都不想买 还是在卖 还是在卖 这边很多东西 你要去看哦 你要去想 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所以说 其实现在台湾 笼罩最大的状况 就是整个政治啦 真的啦 政治来讲 让台湾的股市的本益比 非常的低啦 虽然你说 金管会来讲的话 他什么 你看我今天 我们先讲资源好了 你看我还是卖了134 我还是卖一半 我不管啦 先卖再说 我之前跟你讲 这是人家写的报告 其实这三家 人家都看买进 但是我就是买资源而已啊 我就是买资源而已啊 为什么呢 你看今天3661的事情 你看跌多少 还在跌 对不对 我们不要看月线 看日线啦 从这边开始跌 高阶制成的 我跟你讲 问题都很大 都非常大 像今天来讲 你会看新闻 叫闭论吧 中国大陆 一个AI的IC设计公司 本来他是对 整个美国 对中国的禁令来讲 是没有到达 那个标准的 他的标准 好像是疫苗运算 是600GB的资料 是没有到达 那个标准 他做什么 但是台积电 宁愿不做 宁愿不做 所以说之前说 这个美国 对中国的新的禁令 10月7号那个禁令 什么在 10 16吧 14 16纳米以下的 就不能做 结果其实根本 不是那么回事 以台积电的立场 他宁愿抓 比较松一点 不然被美国 抓到辫子的话 不然除了罚款以外 他以后的生意 就很难做了 你要去想 美国 台积电的客人 七成都是美国人 美国政府 叫他们厂商 做什么事情 这些厂商可能不听吗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 知道这个拿捏 所以没办法 所以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一定慢慢的能够放就放 所以现在台湾的半导体来讲 只能两边去全两边站 那最近来讲 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说 联电相对比较强 虽然今天开高队 但是联电今年是突破 今天突破了季线的位置 那今天来讲的话 有个报道 来跟客人来判一下这个报道 这面板 面板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了吧 对不对 那今天面板呢 你看 我说你面板真的要留意一下 对不对 那今天的面板呢 你看有的 你看大碟 群状 有没有 我说其实 做面板 我说他部队长 我不晓得了 讲实在话 你从基本面看的话 明年如果都赔三块多的话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就比较难操作一点 比较难操作一点 来看这边报道 报载 美国扩大管制大陆高阶晶片与设备 有利晶圆代工成熟制程 对不对 涨了 连电开始 之前涨到莫名其妙 有人这样在想 还蛮会想象空间的 美国扩大管制大陆高阶晶片与设备 晶圆代工成熟制程订单有机会增加 美国管制中国高阶AI与高预算晶片生产 入器为避开管制 开始思索更改设计 扩大采用成熟制程晶片 取代单一高阶制程晶片 以求顺利出货 简言之就是过往 若仅需一颗先进制程的晶片 将改用三颗到五颗 这个我是不晓得它能不能有利 这个我不晓得能不能做得出来 讲实在话 甚至多颗显示成熟制程堆叠 重新设计取代 即使将会增加系统设计空间 并付出更高成本 入器会避开美国管制 先全有再去 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会买资源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所谓的NRE的案子 而且IP的案子都在成熟制程 但是他这个这一篇的论调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对台湾厂商来讲的话 当然你现在看不到有利 但是呢如果说 这一次啊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 整个禁令来讲的话 你说这个一报道出来 又有人看他不对了 哎我既然进他的高阶也没有用啊 他可以用成熟制程去做的话 他请问投资 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DUV 又出问题了 我们在UV是 集纸外观嘛 这是应该先进制程的部分嘛 对不对 7nm 5nm 3nm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连说啊 原来他用DUV 用深 深纸外观的话 深厚的深啊 深度的深 深纸外观的话 他可以用成熟制程的技术 然后用紫外的重叠的方式 去做高阶晶片的话 啊完蛋了 那怎么办 啊美国这么又来了 其实已经有人提议了 他们的那个资讯 那个以前Google的前执行长 已经有讲了 已经有提出这个案子 我DUV也不能卖给他 但是如果DUV的外面 那你叫Isemo怎么办 你叫他去死啊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他是荷兰公司啊 但是他的很多东西 零主件也是用到美国的 所以他也很无奈 但是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比较能够难进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那他的影响太大了 但是如果美国看到 中国大陆他接下来 他们用成熟制程 可以做到高阶晶片的话 那我DUV来讲一进的话 那中国大陆这些晶圆厂 完全完蛋了 你连DUV都进不了的话 你什么12纳米 什么228纳 22纳米都不用做了 我讲难听都不用做了 那对谁有利 台湾的联电 利基电就有利 所以你看最近利基电 你说你之前 本益比低 其实 我这怎么低的不太利 但是市场都不理啊 对不对 但是你看 最近来讲利基电 也真的有在涨 你看这一波最低点 从26块涨到今天 31块了 对不对 至少这一波短线 他是有涨的哦 大盘在创新低的过程当中 他是有在涨的 对不对 那连电影跟各位报告过了 对不对连电影你看这一波 从这里最低点35块涨到今天最高点40.8 也涨了快5块钱 涨15% 是不是有在涨 真的是有在涨啊 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就是这样 有时候股票真的 技术面的东西还是真的要参考一下 真的要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 你说接下来这个40座 DUE来讲的话被禁掉 被禁的话 那台湾的连电这些神兽制程就有利了 现在高阶制程 我看台积电是最惨的了 你看 连电的的现行跟台积电的现行差那么多 你看到没有 以前台积电多好啊 技术好啊 你要买就买台积电啊 结果呢 如果听别人的 又要买就买台积电的话 现在很多还是听得下去啊 因为户国神山啊 这一堆人买啊 对不对 都买零股啊 买到当股东啊 我现在股东应该150万了 全台湾最大的 有股东最多应该是台积电了啦 但是呢 有什么用 没有啊 外资带照到啊 就一直到一直到啊 像今天台积电是不是到了 你看 开高 走低啊 如果大盘好的话 台积电怎么可能不涨 所以台积电 我说他已经变成长期 外资提款的一个 的一支个股了嘛 为什么 我算给你听啊 我们现在台北股市到目前 12800多天 市值啊 40兆 40兆 外资呢 目前持股占 差不多40%左右 蛮多的哦 40%来讲是多少 是 事实上16兆对不对 那台积电现在目前来讲 市值是10兆左右 10兆左右 外资持股7成 那是不是7兆 所以你看哦 外资持有台股 16分之7的钱 都在台积电的身上 16分之7 16分之7 将近1分之1的钱 将近1分之1的钱 都在一档台积电身上 他台积电如果说 看台湾接下来 地缘政治的风险 提高之下的话 他不卖台积电卖什么 所以答案终于揭晓了 为什么今年外资 不管台积电的基本面 从第一季的法说 第二季的法说 第三季的法说 讲得再好 我跟你讲 他讲得越好 他卖得越高兴 真的 你去看那现金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莫名其妙 台积电业绩那么好 怎么外资的每天卖啊 每天卖啊 你看他每天卖哎 对不对 反弹一下 然后就杀杀杀 完全是不管你现在的台北股市 然后再加上汇率贬值 台币贬值的 推波助澜之下 哇 跌了 跌到这样子 还是在跌啊 还是在跌啊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经济面能够分析的啦 你说经济面能分析什么 台积电 今年39块 明年36 有人顾明年38 今年38 明年38 你看 本预几倍 十倍 那我跟各位报道 如果台积电只有十倍的话 台北基电如果往下跌 大盘已经往下杀的 那是不是多杀多 就变成个轮跌 今天跌台积电啊 明天今天今天起来涨 明天台积电不太跌 其他中小电子股又涨 又跌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电子股跌断了 你开始换存产股来跌 那今天我再跌 那变成这个轮跌 跌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讲难听一点 不知道 你说现在底部起来了没有 以目前大盘底部起来了没有 他只是尝试在打底 但是投资朋友你要注意哦 这一次在一万三千点晃啊晃啊晃 是美国股市往上涨的 支撑之下 才能这个样子 啊明股市做跌怎么办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台国安基金 哎呦啊我买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限公令从10% 20% 20% 然后又3.5% 又限公 啊政务也开始在喊话啦 这种程度大盘还是这个样子 特殊朋友去想一想 这大盘独弱啊 弱到爆 真的弱到爆 但是说这里 你说马上这里空来讲的话 你说赚得到钱吗 也不一定赚得到钱啊 所以你真的要空 我也真的希望反弹啊 啊如果没有反弹再空下去了 再跌下去了 啊政府又护盘 对不对 可能在这边 这边就怎么冲突吧 就是这个 反正在这边磨啊 在这边磨啊 所以这边磨来讲的话 你操作来讲 也不用太用心啊 讲难听一点啊 你不用太用心 所以在这里 我做都要赚到什么钱 我们今天资源讲难听一点 也是运气好啊 你说啊 那这这这这这就资源啊 我资源 至少我是从整个基本面来看的啦 对不对 我建议跟各位报告 你如果最近你听看我节目 有买资源恭喜你嘛 至少今天他能够涨停嘛 但是那不重要 你说他明天能够涨停吗 其实不大啦 他明天能够续涨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了 对不对 我说完的话 好坏消息一定跌嘛 好消息也许开高走低 利多出净嘛 不知道啊 现在来讲的话 主力在做来讲也都做很短啦 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来讲 你不用太期待说 现在你操作股票 可以赚到20% 30% 40% 真的机会不大啦 因为真的大盘 在往下修的过程当中 其他的个股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 所以这里来讲 这礼拜又开始 你看这礼拜开始 哇 说会一大堆啦 你看智元嘛 望宏嘛 联电嘛 这礼拜三嘛 对不对 都是大公司啦 莲花科礼拜五 礼拜 10月28号啦 礼拜五啦 然后台达电啦 对不对 那风星啦 然后文业啦 文贸啦 那如果这些公司来讲说 现在看 大概不太可能跟你讲很好啦 只要说不要再坏的话 就已经很厉害了 反正呢 我觉得现在的话说 讲好没有会理你啊 我今天本来要跟各位讲 很多的最新的 对整个笔电啊 或手机啊 或事务器啊 的整个看法 那明天有空再跟各位讲 这是最新的 这最新的 你看哦 笔电下修 反正都下修 都下修啊 下修2022到2023年 出货量预估 连减今年21% 5% 有没有 21%本来是18%跟22% 现在是21%跟5% 这是坏更坏的 这是坏更坏的 有空明天再跟各位报告 所以这里不管资金面 升息 外资再抽资金 对不对 技术面 五字星都站不上 基本面越来越会坏 再倒霉一点 台湾再加上政治面 对不对 外国人看台湾 一国两制 对不对 这是最好的结果 那结果把我们台湾跟港股 慢慢在 无形当中 再做连结 那广股 创了14年的新低 港股的特色 就是本益比非常低 所以现在港股的本益比 是低到爆 股价还是跌 你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台北股市 会不会走 港股的后程 你要特别留一下 从现在看的话 当然是 我也不敢讲 至少我们政府 在这边会运作一下 但是就一个趋势来讲 它能不能挡得住 都能挡得住 我觉得投资朋友 要先看再说 因为最近美国股市 涨上去 我们台北股市 真的涨不上去 看起来是真的 还蛮危险的 看起来真的蛮危险的 所以说很多的 投资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 比较多元一点 比较多元一点 好 股市融赚 欢迎投资朋友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广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融赚 入会及持股的 见诊申请表 马上把姓名 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名系写清楚 要加入会员 非常欢迎 上个方案让你选择 填完资料 按提交 股市融赚 马上会跟您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利用影片 右下方的QR Code 手机扫描进去 来的族群 做互动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朋友 订阅股市融赚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的节目 请到此结束 祝各位同志朋友 操作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给 dere歌 Meteoroastrom 订阅